这些返乡青年在这传统的社区 开办国小学童课后照顾班 让不少较落实的家庭 单亲或是经济落实的孩子 可以在课后继续得到陪伴 因为像我的话 我的角色是从社区陪伴 就是社区服务介入 然后陪伴群脆弱家庭的孩子这样子 那其实在陪伴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是双向陪伴 双向学习 就是其实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 就是说我们教导他们课业 然后陪伴他们 他们其实同时也在引导我们学习跟陪伴这样子 返乡青年说 自己从小在社区长大 直到社区有不少的孩子 面临课后无人伴读的状况 因此和伙伴成立了手拉手行动团队 让孩子学习才艺 成立全台第一支儿童手蝶乐团 喜欢培养在地儿童音乐的素养 中生东西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统一 或者是有人去把他们重新全部包装 整合在一起往外推送 但人家只知道米干 那其实中贞不止只有米干 还有很多很特色吸引人家的东西 所以当初我才会决定加入他们 把东西往外带推向出去的那一块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中贞的 发展协会跟这个青年勇创 我们叫手拉手 我们一起协助照顾小朋友 那当然身为自己 我自己也是三个小孩的爸爸 那看到他这些弱势小朋友 我们也是很想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才会真的很坚决投入去帮忙他们推送这一块东西 陶芸市政府表示 青年投入永续发展行动计划已经迈入第五年 透过计划支持这些地方创生青年团队外 也进行赔力辅导 让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 形成地方创生的力量 也活化地方产业经济和教育 记者东云飞中立采访报道 即玼avam 凡 烧 which 和 稳 嘞 红 ew